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套弱的封面 配合上后面有一点东北风会下来 所以北部东半部会转为阴沉 降一点温度 但是没有太多 一点点的感觉 中南部还是很稳定 那下一波应该是礼拜天 所以五六日又是回温的天气 礼拜天到下礼拜一 目前来看的话 礼拜天晚一点到礼拜一 或早晚还有一点变动空间 或是都到下礼拜三 你有没有看到 都是东北风又来了 预计会明显再降温 再转为有雨的天气 请大家稍微留意 那这样稳定的天气 就要注意空气污染 预计这几天西半部 这个空气污染 本地的污染 加上有点境外的污染 飘来飘去 当然这个都会有点影响 请大家稍微留意 敏感的族群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最近导致 虽然说这个没有什么 有点变化 但是温度上呢 大致上是温暖的 请大家好好珍惜 有时候中午的时候 不要穿太多 短袖到长袖 有时候都还可以 但是大致上呢 最近是一个稳定的时候 但是就是变化就下礼拜 预计下礼拜呢 有一些冷空气 可能呢 这个快速的南下 那当然啦 这个还有很多的变数 我们还要静待观察 这个通常呢 像春天的时候 看这个冷空气 可能都要在五六天前 会比较准确 一个礼拜之后 就参考用就好了 大致上呢 这两天 有点降温就在礼拜四 在北部的区域 然后之后就会是回温 有没有看到 这种27到29到30度的温度 尤其是中南部 有可能会接近到30度 请大家稍微留意 大致上呢 清晨的第一温都已经到20度以上了 非常的舒服 不过呢 就是东半部呢 由于吹东风 有一些地形的争雨 但是预期不会那么的大 这时候很零星的 西半部都很晴朗 就要注意空污的问题 礼拜四礼拜五有点降雨 要稍微留意 那中南部呢 要留意这个空气污染 目前呢 多数地方到达敏感族群 不相当等级 大致上都是 这个大气光化反应所造成 温度上呢 大致上今天晚上凉凉的 但是还是很舒服 明天呢 其实各地有没有看到29 28 9度都是回温 南部的屏東甚至超过30度 西半部空气品质比较糟 东半部空气品质还不错 请大家好好珍惜了 我们给大家很建议 请适宇的晴朗回温 中午高温28到30度 西半部留意空气品质 桌山晚上封面略过 周四北部温降偶正雨 那下周温度可能会降温明显 但是这变动很大 我们静观其变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From the from th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爱一台的观众朋友跟您说声晚安 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大爱二台等会回来要带您看